明朝从1368年持续到1644年 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 社会和经济发展 从而建造了一些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奇迹 今天这些历史遗迹中的许多都是热门的旅游景点 让游客有机会回到过去 见证这个黄金时代的辉煌 十三陵 十三陵位于北京郊外 是为明朝皇帝建造的陵墓的集合 墓葬共有十三座 但对外开放的只有三座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为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建造的长陵 这座陵墓是明代建筑的杰出典范 拥有复杂的雕刻 色彩缤纷的壁画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雕像 游客还可以探索周围美丽的花园 这些花园旨在反映皇帝的天堂愿景 紫禁城 紫禁城是北京最具标志性的地标之一 是明清两代的皇宫 宫殿的建造始于1406年 历时14年才完工 占地面积72万多平方米 建筑980余座 这所宫殿是24位皇帝的居所 近500年来禁止公众进入 如今游客可以探索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华丽大厅、花园和庭院 了解明清两代的迷人历史 中国的长城 中国的长城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地标之一 最初建于明朝 以保护中国免受入侵军队的侵扰 隔离墙绵延超过13000英里 由各种防御公式和屏障组成 游客可以探索隔离墙的不同部分 每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和壮丽的景色 一些热门的景点包括八达岭、牧田玉和金山岭 天坛 天坛建于1420年 是明清皇帝来祈求五谷丰当的地方 寺庙建筑群分为两部分 秦年殿和黄穹雨 秦年殿是该建筑群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之一 拥有三层屋顶和精美的雕刻 游客还可以探索周围的花园 观看当地人练习太极拳和其他传统运动 总之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个时代的景象和声音继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从富丽堂皇的紫禁城到雄伟的长城 明代历史观光让您得以一窥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